Hello大家好,我是萌萨,每次的视频呢,大家都是对我的底妆比较感兴趣 所以今天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手上的五个欧美系大牌的粉底 那这一次要出的这几个粉底价格大概是在480到620区间 那我自己目前呢是混合偏干的皮肤状态,然后现在是在广东生活 最近我们这的温度大概是在28到35、6度之间 所以今天呢就从我的角度来跟你们聊一下这几个热门的粉底 第一个要说的是这一个兰蔻的薄纱粉底液 这个粉底呢我在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一个视频的测评了 当然是做了一个抽湿器抽湿,然后带妆10小时以上的挑战 没有看过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哈 它的包装是这种玻璃皮的,然后带有一个这个挤压棒 用的时候会很方便 4月初的那个视频里面呢我用的是P03那个色号 那个色号是非常接近我脖子的肤色的 因为其实我脖子跟我的脸的颜色差了大概一个号左右吧 当时大家对我用P03那个色号是有比较大的疑问的 所以我就又入手了一个P02 我今天脸上用的就是P02 它是完全接近我脸部肤色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色号的话如果你跟我一样要湿暖皮,然后湿暖皮偏白 但是没有那么白的话,02我觉得是足够的 如果你是非常白皙,然后暖掉的话,就P01就好了 这支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轻薄,水润,然后非常的适合偏干皮 其实以前我自己理解的是保湿型的粉底都会做的比较厚一些 比如说我多年的爱用RMK的水凝粉底霜 它呢就是那种厚厚的保湿款的粉底 然后的薄纱这一款呢,它就是做成了水润的,适合干皮的同时 它还是这一种薄薄的状态,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种 上脸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皮肤是没有什么大瑕疵的 但是毛病是不少的 用海绵蛋来上妆,沾了水之后呢,用纸巾吸干水分 它上脸呢就是我最喜欢的这种薄薄的一层啊 但是就可以很明显的改善我的瑕疵,特别是毛孔问题 上了粉底之后再看皮肤就真的像是鳞毛孔一样 可能一不小心就又会被说磨皮了 第二个我想说一下娇蓝的这一支 它的名字呢是叫幻彩流星亮肌乳 这一支的价格跟蓝口包纱一样也是480块的 但这一支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陆专柜翻译过来的这个名字里面 它没有粉底液这三个字 可是它就是包装背后就是写的fluid foundation就是粉底液的意思 所以我今天就还是把它当做这个粉底液来跟大家说一下 它呢是今天这几支里面唯一一个做成了这种塑料包装的 但是也还是有一个这个挤压泵的 这一支我真的今天说它之前我都想了很久 就是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像一个成绩比较好 然后非常乖的好学生 它没有特别特别突出的哪一项 但其实各方面也都还不错 就会让人记不住它最大的那个亮点 可是它有表现的都很平均 这一支呢就是娇蓝那个经典的幻彩流星系列 它的味道啊包括路线都是画财流星系列的 它呢就是有非常传统的化妆品的女人香 然后会有比较自然的光泽感 它的质地呢是比较厚的这一种 然后遮起来都是不错的 持久度我觉得也还挺好 YSL的这个超模应该是前年最火的一个粉底了 我也是在16年底购入的 然后它的价格呢是560块 你看呢也是有漂亮的玻璃片 然后非常亮眼的这个金色盖子 也是有一个挤压泵的 这一支你应该能看出我几乎没有怎么用它 买到现在我用的次数这么少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 色后我买错了我买了一个二号色 这个颜色真的太白了 但昨天晚上我去官网找这个色卡 真的有一点惊呆我了 这个二号色写的是米白色 下面标了一句是适合自然肤色 现在自然肤色上都这么白了吗 是适合白人的自然肤色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标的 这个我感觉它是比较适合偏油皮的 然后偏干皮又会稍微有一些干的 它的质地呢是这种厚厚的感觉 延展性一般 遮瑕度的话还是很高的 基本上我脸上的瑕疵都能遮盖住 第二个是这个阿玛尼的全力分底 这应该是去年的款吧 然后它的价格是580块 平身就是他们家标志性的设计 特点是这个名字还有标志这块都改成了红色 所以是非常好认的 然后它也是有一个挤压绷 那这一支呢我买的色号是2号色 其实也采雷了也偏白了 我估计色号色是比较适合我的 就是在网上看测评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真的有非常多的女孩子是 心里认为自己是非常白的那种 所以她们的色号就往偏白了买 其实是比较白了那个色号 所以就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喜欢自然色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平常买的粉底色 因为我都是买不会那么白的颜色 那这个呢就是指向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产品 它就是主打高遮瑕 然后超长持妆 这个应该就是我去年夏天脸最油的时候买的 比较无语的是我当时刚买它 我就看到有博主做了那个测评说 它非常容易脱妆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看了我就真的一脸黑线你知道吗 我想应该是干皮膚我主做的测评嘛 因为皮肤比较干所以会容易脱妆 应该是这样的理由吧 但当时我就是在皮肤很油的情况下买的 就希望它能够达到超长持妆 但这一点它是完全有做到的 这个呢就是这种厚厚的质地 但是它的延展性还不错 而且它真的就是高遮瑕 高遮瑕这一点呢也是我用它用的比较少的原因 因为我的毛病虽然多 但是我的这个瑕疵程度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日常的话 还是会偏向轻薄一些的粉底 那如果你是偏油皮 然后喜欢遮瑕度比较高的产品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会非常适合你 最后一个是这个 Bobbi Brown的虫草粉底液 它呢是今天这五个里面价格最贵的 是卖620块 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养肤 添加了精华成分 所以呢它会卖的比较贵一些 这一支我的色号是一号色暖象牙白 这个色号是在色卡里暖色调的第三白 但是对我来说 其实也稍微白了那么一些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 我会选择二号色柔纱 这一支也是属于指向性非常明显的那一种 它说自己是干皮青妈 然后是银润水光 然后还养肤 它的质地呢是水润的这一种 流动性很强 它的遮瑕度呢和蓝蔻薄纱那一款非常的像 都是属于能很好的修饰肤质 但是不厚重的那一种 虽然很像 但我觉得它们俩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 水光感这一点 Bobbi Brown的虫草的这种水光感 会比蓝蔻薄纱的那种光感 会更俗一些 水光感倒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就完全看你的个人喜好了 就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是比较偏向说我夏天的底妆 会稍微弱一点的水光感 因为夏天不小心这个水光就会变油光嘛 但如果你本身喜欢这种光感的话 那这个我觉得也不算是一个缺点 好啦那以上都是站在我的角度和我的喜好上来做的评价 那一个粉底好不好用呢 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你的喜好和你的诉求 那希望我今天的视频能够对你们有参考 下次再见吧 拜拜